我们先放入一cup的面 我这个是半cup的凉杯 所以我要再倒一次 这个是糯米粉 我们先放一cup的糯米粉 沾米粉 我们锅中放水 然后先把它烧开 然后我们烧开的水 刚刚我们烧开的水 然后慢慢的 一点一点的放进去 搅拌 不要一下子放太多 放太多的话 可能就水放过了 然后你就没有办法补救了 所以我们一点一点的放进去 我们就是搅拌到这样子的絮状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就把椰丝加进去 这个如果你热的时候操作呢 它都会是有些粘手的 所以呢我们椰丝加进去以后呢 要放凉 凉了以后我们再来操作 现在我们椰丝已经加进去了 椰丝的量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喜好来定 这个多一点少一点都没有关系 如果喜欢吃椰蓉的话 你可以多加一点 那我们加进去以后呢 我们稍微把它搅拌一下 然后还是晾凉 晾凉以后呢 我们再倒一点油进去 再进行操作 我们在里边呢 倒大概一茶匙的油 好了我们再次已经不热了 然后我们可以戴上这样的一次性的手套 或者呢你可以在手上某些皮肤油 然后这样都是为了防止 防止它比较沾 沾黏 这样就不是加料 我们把这些料流成面前 然后我们分出来一点点 我们倒一些巧克力粉 然后把它揉成巧克力色 我们把它分成七份 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巧克力的 一份一共是八份 这样我们的豆沙呢 也分成七份 我们现在开始包了 我们先把这个其中的一份 然后把它这样捏成圆形 然后包进一个豆沙 它每一个都是这样子 如果你觉得有一点黏的话 你可以放一点油 手上蘸一些油 这样就会好了 好 我们七个都包好以后 我们拿出来我们想要做的这个形状 然后呢 这个巧克力呢 我们是要做出前面的形状来 我们要做出前面的形状 我们也把它压下来 好了 我们上锅 只要蒸15分钟 我們要做出格的型状 再给你烘烤 我自己用 Climate